金融轉移站7月正式開始營運 不過可以看到許多的廠商人帶進駐 但就有站內的員工爆料 前市長林歐昌找來的管理包商 整整兩個月過去公司都沒有給薪 秀網銀帳戶名氣空空都是林元 爆料員工要證明自己七八月 是無薪血汗勞工 指控公司9月給薪資延後給付同一書 承諾這個月20號一定會給卻有實言 據了解包商聘7名員工管理轉運站 但公司發不出薪水 已經有兩名員工不願再被騙 自認倒楣先離職 被爆料的包商母公司是華城電子公司 求職網站職權目前通通關閉 而早在轉運站營運前 吉隆市長謝國良在3月 似乎就有預感會有問題 交給一個對運輸功能 對零售功能 完全都沒有經驗的一個美德泰公司 我認為是極其不恰當的 林歐昌找的包商出包 前吉隆市府發言人有本名則回應 轉運站是由現任市長謝國良 負責管理 謝國良市長4月就公開質疑 該公司沒有經驗 如今繼續幫前市府收拾爛攤子 市府以行文週一要包商 說明財務狀況 吉隆轉運站讓前後任市長 在拆量投票前戲 持續開槓 TVBS新聞 請問一下李宗哲 基隆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